好 主播这个画面让人看了 就流口水是客家的传统美味料理 像是白斩鸡或是控肉筍干等等 各式各样的客家经典菜色 一共八道菜十人份一桌三千元 今天早上八点是准时开卖 原来是苗栗风筝节往年的活动 都会准备桌菜让民众享用 限量一百桌上午市公所电话室 相跟不停 还有民众不少人专程来排队 带你看一下现场状况 怕订不到啊 订不到啊 你订几桌啊 我订两桌 因为听说还办得还不错啊 小孩子就说叫我来订两桌 今年来试看看啊 我觉得每一道菜看起来都很可口很美味 这些全都是客家的标准菜色 像是控肉客家小炒姜丝炒大肠等等 一桌十人份三千块 限量一百桌 让不少民众一大早八点准时 冲着这个美味而来 最近消息时间交还棚内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对观众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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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